近日董结好友受广实透露 他从来没有埋怨过潘月明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此前董结接受采访 提到了2012年的风波 他透露 这件事情对自己打起很大 并没有人能够理解他 董结的好友透露 当初见到董结后 整个人受了一大圈 非常憔悴 好友还表示 虽然离婚对他影响很大 但董结并没有埋怨过潘月明 更没有说对方的坏话 消息两年后 董结才开始付出工作 对于好友说 董结没有埋怨潘月明 有网友直言 埋怨对方什么 难道是潘月明 让他和王大志接吻被拍 还有人表示 如果不是董结往前夫身上泼汤水 潘月明怎么会沦落到 几年无息可拍 据悉当初两人闹离婚时 董结爆料潘月明不顾家 是一堵诚信 因为这些负面新闻 导致潘月明的事业就此凉凉 直到董结与王大志约会被拍后 事情才水落石出 不过潘月明自始至终 没有说董结的坏话 格局还是挺大的 如今董结好友透露 董结也从未把愿狗潘月明 对此你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月明